年冠不是有时候 人家老人有时候说 年冠来了或者是年冠不好过 这个年冠 年冠是不是 就是对每个人来说 或者是到了这个年冠以后 特别是欠人家债比较多的 到时候就讨贷的人比较多 所以这样说 并不是的 年冠实际上就是一个报应期 用佛法讲叫报应期 那比方说我们春夏秋冬 对不对啊 为什么人家说秋收呢 它跟季节有关系 那么年冠的意思呢 就是说一年四季当中 总有一个是要你受到报应的时间 那么年冠的话呢 受报应的时间呢 那么比方说我们说是 这个冬至 冬至的话呢 如果你这个人做了很多坏事了 你正好这个年份呢 应该收走了 你这个阳寿到了 他呢不一定早收你 他在年冠的时候 你过不去 他把你说走了 明白吧 明白明白 还有你的生日之前 他也会收你 他要找个节气来收你 这样的话呢 对这个 就对这个 这个节气啊 就是对这个人的这个影响啊 就是他们很有讲究的 什么样的节气 做什么样的事情 就是母亲节我们要对母亲好一样的 对不对啊 对对对 他有规定 那有时候人碰到节了什么 就是你经常说就是在生日前后三个月里面 那这个生日跟年冠有什么有什么区别呢 生日跟年冠应该没有什么区别 都是一个 都是一个冠 都是一个报应的 那么你做好事的话呢 做比方说你做生日会有很多人来恭喜你 对你很好 对不对 实际上你这个冠就过得很舒服 很容易过去 如果你做坏事的话 你过生日的 你几岁之后呢 我告诉你 你把钱还我啊 有吗 也有的呀 一样的 跟那个节气是一样的道理 对对对对